今天一同愛自己 我們要帶大家來畫一個 讓人看到就一眼 怦然心動的 美美的眼妝 那這個雙眼皮的 這個東西講起來 女生真的是 女生講到雙眼皮 就會激動了起來 就跟我講到酒駕一樣激動 剛剛有人幫我們查了一下 華登初上的年代是1988年 民國77年 Alice那時候真的就是用我們說的刀片在燒 雖然民國77年我也才 還很小 我也還在念國中 但是在很早的年代 真的應該是這樣 你看我 我在播新聞的時候 是民國90年左右 民國90年左右 我開始播 88 90 對民國90年左右 我開始播新聞 我們那個時候還是用這個 剛開始的時候 阿姨教我們都是用這個 好那我們回過頭來講雙眼皮貼 那剛剛就講到現在就很方便了 對啊 現在就是這樣子幫你割好的 可是有很多寬度跟 有的寬有的窄 請問什麼樣的狀況要用寬 什麼狀況要用窄 如果你的眼皮特別拋 然後今天要貼的比較大的話 那真的就是要比較寬一點 但如果你只是要自然 其實就這樣子 大概0.3公分的高度 0.4公分的 對不起我看到一個 我看到一個留言 實在太好笑了 歡迎大家可以上YouTube來詢問 那個Alice老師 Alice老師有一個人說 我真的要學 我每次畫眼影朋友都說 你撞到了嗎 是畫了什麼顏色啊 好 所以我們歡迎大家可以上YouTube 現在在直播區 你留言有任何問題 Alice老師必須馬上都可以幫你回覆 好 那另外你剛剛講到就是說 如果今天是完全的單眼皮 完全的單眼皮這個真的難 因為它沒有折線嘛 所以你要自己創造一個折線 你弄得出來嗎 我弄得出來 可是如果以我們的經驗的話 我就會加上那種假睫毛的梗 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貼假睫毛 反而不是貼雙眼皮貼 就是說你把你的眼皮弄重的意思 對不對 對要有一個支撐力推起來 推起來了以後 你再貼雙眼皮貼 它就可以撐出一個那個弧度 簡單說你如果完全單眼皮 你要讓你的眼皮做重訓就對了啦 你要給它 你知道嗎 以前有一個主播啊 我不講 很有名的主播 他的眼睛啊 就真的是那個 就不是那個條件很好 他在他還沒有動之前啊 就在他還沒有去他的臉部 進行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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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講呢 就是整理之前 還沒去整理他的臉之前啊 他的睫毛是貼兩副黏在一起的 要 就是要這麼 對 那我就一直不能理解 為什麼要貼兩副 我覺得好可怕 因為像我貼睫毛 都貼那種最細最細的 那種最自然的 他是貼兩副 那後來 那個他的化妝師就跟我說 因為要的是那個梗 對 他要把兩個睫毛梗 黏在一起 貼在他的睫毛的根部 才有辦法撐起他的眼睛 因為他的眼皮實在 太拋了 根本撐不起來 因為很多人的眼睛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一般 如果不是上鏡頭 只是譬如說新娘或是活動的時候 沒有那麼大的鏡頭要拍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兩層的假睫毛 可是我們不會到兩層的毛都用 好 我們就把毛剪掉 留下梗 貼梗 然後再貼睫毛這樣子 哇 這邊就高鋼 所以這個單眼皮 那你剛剛說那個直接用黏的 雙面的黏的是指示 如果單眼皮啊 其實還有一個做法 就是你找到你 就是張開來 然後用一個這種小棒子 或者是這種夾子 稍微吐一吐你的眼皮 去抓一下你那個折子的位置 然後就貼上去了以後呢 你再用這種夾睫毛膠 稍微在他的那個上面的地方 再黏一點點 再黏一點點 對 然後用這種扁扁的夾子的尾端 把它再吐起來 上下讓它黏起來一下 你們去美妝店 會看到那種賣雙眼皮 雙眼皮膠 或者是那個假睫毛膠 它裡面會附一隻小小的叉子 那個Y字叉 其實就可以用 就很好用 它就可以這樣 插在你的那個眼皮上面 稍微去撐一個 好 那雙眼皮要怎麼貼 雙眼皮貼啊 就是我們剛剛說要減少一點點 先回答好多人一直不停的在問 畫眼影的時候 是要先畫眼影 還是先貼雙眼皮 先貼 對的 就是眼皮都乾淨的狀態 因為你畫好之後 你再貼你就會發現它黏不上去 它沾到一堆眼影 它就沒有黏性了 所以要先貼雙眼皮 所以貼 那這個是先告訴大家的 那現在貼的位置 所以一般呢 其實就是把它撕起來以後 我會減掉四分之一 好 先撿 你這個已經這麼短了 還要撿喔 因為我要拉 我眼皮 我眼睛這麼長欸 真的要撿嗎 因為如果拉的話 它就是會更長 更長它就會尾端 會跑出來先 會沒那麼自然 所以我不用擔心 弄不到眼尾 因為會拉對不對 然後再來我們貼的時候 我們不要平平的貼 如果你是眼尾要更高一點 就是稍微斜的 斜斜的貼 稍微讓它翹上去一點 就是說它不是水平的貼 它有點尾就是那個眼尾的地方 要稍微高一點對不對 斜上去 然後剪掉一點點就好了 順著弧度剪下來 這樣子長度最好 可是Alice老師有一些 雙眼皮貼的材質 是不是沒辦法拉 還是都可以 因為這個是比較就是 有彈性一點點的 好 你要貼嗎 貼啊 好 那我先示範一下 你們就會發現 貼了跟眉貼的差異還是有的 我們貼的時候啊 譬如說這是眼頭 你就要眼頭先壓著 然後去拉眼尾的地方 所以自己貼也是這樣拉一下 好 然後我們就貼的時候呢 你現在要貼哪一隻 右邊這一隻 右邊 我來貼喔 大家知道我有雙眼皮 但是呢 我們就給大家看一下 有貼了雙眼皮貼 跟沒貼雙眼皮貼 那個眼睛的有神度真的差很多 你眼睛的那個眼神會出來 好 好我拿著 然後我們就是抓到一下這個眼褶的這一條線 因為貼的時候 眼睛的眼皮的褶子 如果超過太多的話呢 它就會好像翻起來 就沒有壓進去的感覺 所以我們大概抓 就是你的最圓的這個弧度 是在黑眼球上面 就是你的雙眼皮貼的圓的弧度 要在你的黑眼球的正上吧 好 然後我們就貼 從這個眼頭的地方開始 先壓一下 然後要稍微拉一下 從眼頭先壓喔 然後出一點點力道去拉一下 然後呢 眼尾的地方稍微拉一下 把它黏過去 好 我看一下有沒有順喔 好 有啊 這樣算順嗎 就蠻深的 然後眼頭我再下來一點點 嗯 剪頭還是剪尾 我通常會剪尾巴 剪尾巴 唉唷 鏡頭可以特寫 你們真的很過分 好吧 鏡頭給他特寫 我們已經特寫了啊 唉素顏的人在這邊 然後你們要給他特寫 真的是很殘忍 體分量啊 好 好 現在眼皮就是比較深邃了 對左右兩邊 對 我們沒有貼的特別高喔 我們貼的算是自然貼法 有些是真的貼的很寬 對 可是我不喜歡 可是貼的寬會有一種種種的感覺 對 因為你貼寬看起來就像是 你剛割完雙眼皮的感覺 對 要不然你妝就是要很重 對 貼到高才會比較好看 對 好 所以這個是貼雙眼皮這樣貼 對齁來 還好你看我們貼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斜的那個角度 斜的角度 所以 對 它會撐的比較高一點 喔 真的耶 我跟你講大家 你特寫也看不見的原因是因為 雙眼皮貼它本身就是透明的膚色 所以你貼上去你其實是看不清楚的 但是我們只是告訴大家 你在貼的時候不是 不是平平的貼上去 對 而是你要有一點點斜度 而那個斜度是眼尾比較低 呃眼尾比較高 眼頭比較低 對 再來就是這個意思 那有的人他其實說 像童文姐已經有刷完皮了嘛 對 那如果只是要開眼頭高一點點的話 你甚至剪一半 去貼也可以 就只貼眼頭那個地方 喔 有的人會特別把眼頭打開 對 那有的人是眼睛會比較三角形 就像剛剛有人說 他會這邊後面壓下來 所以你可以貼的角度呢 你可以再短一點點 或是這樣的長度 讓它斜的更多 好 所以貼雙眼皮的重點 我們剛剛其實講了 雙眼皮貼有很多種 那單眼皮跟這個雙眼皮的貼法 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那內雙呢 內雙的話其實就是會比較拋一點點 所以它不只是貼的位置 它還要出力 就是我們剛剛其實不用撐到太大的力道 對 那我們內雙眼可能就要出大力一點點 你是說就是眼頭壓下去之後 眼尾拉的那個力道 要再大一點 對它甚至要讓這個 再變更細一點點 就這樣拉 對 因為它那個膠帶是有彈性的 對 它就會撐進去 你才有辦法把你那個泡泡的眼皮推上去 好 那 所以先一定是要先把雙眼皮給貼了 對 對不對 那貼完之後 有的時候啊位置不對啊 那你把它拿下來 是不是就沒有黏性了 就差不多兩次 你最多就兩次 你給自己一片兩次的機會 要是你真的是覺得捨不得丟的話 那你就拿那個 那個什麼 假睫毛膠稍微刷一下 對稍微補一下 不然它真的黏不低 有時候手摸到那個指紋啊 你用一點點膠再補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 所以待會兒 我們先把雙眼皮貼的部分已經講完了嘛 那等一下回來呢 我們就要示範眼妝的部分 好 那先跟大家很快的講一下 化眼妝前要準備哪些小步驟 化眼妝前我們建議可以有一個 眼皮打底膏 眼皮打底膏 或者是這種眼影筆之類的 因為這種才會讓你的顏色更顯色 好 那休息一下 我們直播會繼續哦 Alice老師要先幫我化一下底妝 好 來 禮拜三的一同過生活今天 不對一同愛自己 今天我跟Alice老師一起在這裡 教大家畫一個跨年 一直到從現在一直到那個農曆年前 其實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聚會跟尾牙 那怎麼樣可以幫自己畫一個美美的眼妝 真的我覺得其實很多人 男人你知道都說什麼男人 以前之前有一個調查啦 就說男生看女生的第一眼看哪裡 那很多人都會以為是看胸部啦 看腿啦 其實啊那個調查結果還是眼睛 對啊眼睛應該是最有電的地方吧 對啊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跟大家講的 雙眼皮貼怎麼貼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眼妝 那因為剛剛在YouTube上有人許願說 今年公司尾牙的造型就是滑燈初上 今年我已經看了 我請看才幾月啊 才十二月都還沒過完 我大概已經在我自己個人臉書上 看了一百組滑燈初上的聚會 就是不是尾牙 就是姐妹們自己聚會也搞滑燈初上 老頭髮要梳高高的 對 所以我相信大家會有這個需求 那等一下 欸立石長可以教我們一下 如果尾牙的造型 大家是要做比較復古的滑燈初上 那我們要怎麼畫 所以待會呢會由童文姐來示範 媽媽桑 媽媽桑造型 童媽媽 欸就拿一瓶酒進來給我 好我們現在進入到眼妝的部分 那我們先快速的打一點點的底 這樣子你的眼影才會更顯色一些些 然後我們今天選用的是帶有一點點紅色調 跟一點點珠光的大力色的顏色 茶色加金色 茶金也是最紅的 然後再有亮片色 這個滑燈初上一定要一點點亮片色 滑燈初上一定要有亮片色 然後再來一個深的 然後再深邃的顏色這樣 這個深色算也是有點帶紅對不對 對對對 好 所以這個這排眼影盤 欸這真的很漂亮 這很溫柔系 就是媽媽桑應該要具備的那種 天啊 好我好興奮 我好期待當媽媽桑 那我們先來畫一個媽媽桑的眼妝 好 那我們來用 好 通通界我們拿這個 好 好 好 那我們先上一點點的打底 打底剛剛有講 因為這樣顏色才會更乾淨 對就上眼妝之前 其實之前Alice老師也有教過我們 就是說在眼妝之前呢 還是不要懶 我們還是多一個動作 就是打一個眼影底膏 那這個底膏可以用什麼呢 我們用體諒液啊 或者是用眼影筆就好了 對好 然後再來先上 再來我們先上這個 有一點點大地色的燭光的這個顏色 大地燭光色 不是上最淺的顏色 這個比較專色的 我反而比較霧面的 我會放在眼尾的地方 哦 因為我們今天會稍微顛倒一點點 好 所以先上一個 我先上一個這種 那如果今天這個 聽說朋友們 他們自己也有自己的眼影盤嘛 對 那你會建議他 就在四格眼影盤裡面選哪一個 選用有珠光的顏色 先打在你的眼皮中央的地方 那是要深還是淺 呃 就主色調的那種 主色調 就是張開看得到顏色那種 就是你的眼影盤裡面的主色調 要帶點珠光的 嗯 那把它打底 那打底的範圍呢 大概從 黑眼球開始發散 因為這邊黑眼球是最亮的 然後往左右兩邊暈開 嗯 然後再帶到一點點 就是睫毛根部的地方 所以跟以前畫的畫 畫法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以前的畫法是一般的 由下往上 暈開 但是我們今天 因為要強調眼球的中央立體度 對 所以我們會先從眼球中央開始 把那個亮度做出來 然後再往前面跟後方的地方散開 所以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這個畫法一定會比我們平常的 一般的畫法要顯眼對不對 對 要再閃亮一點點 再閃亮 然後範圍再大一點 對 所以深顏色就比較明顯對不對 對 大概這樣子的顏色 那麼閃度就出來了 欸我覺得光這樣就好漂亮了 對啊 所以如果你日常這樣子單色也可以 對啊 欸我覺得我要把我的 雖然我的瀏海本來就很短了 但我還是要再撥開一點 讓大家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好 好 我把這隻眼睛 好 露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如果你是要尾牙做效果的話 我建議大家眼影一定要暈高一點點 眼影要暈高一點 尾牙的 尾牙妝的眼影一定要暈高一點 暈到靠近眼窩的位置 你這樣張開才會有顏色喔 嗯 我們很少畫到這麼高欸 對啊你會覺得說是不是太誇張 還是同樣的顏色 就是剛剛的那個色 打底要打到眼窩上面 對對對 然後我們先用亮片色 好 我先眼影閉起來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今天的眼妝重點就是 要亮要閃 但是要閃的位置一定要對 就是在黑眼球最凸的地方 輕輕的點拍以後呢 往兩邊散開一些些 欸你拍的位置也很高欸 對啊很高 因為張開看得到 對 你一定要記得就是你這樣子的一個尾牙妝 你一定要高調 所以你要很高 這個位置真的很高 靠近眼窩 它是在眼窩的地方 一般來說 Elly老師讓我們把那個打亮的地方 提亮有亮片的 都是放在眼球的正上方欸 所以通常都是比較靠近睫毛根部的那個地方 可是你今天是 沒有不要靠睫毛根部 你今天是把它放在上面對不對 對對對 嗯 然後你看我們現在的那個閃亮度 好 蠻激烈的 哦 對很閃喔 對 然後呢 我們把那個閃度 欸你這個蠻前面的欸 對啊蠻前面 然後蠻 黑眼球上方的地方 所以不會太後面 嗯 對不對 對對對 這個位置 對 好 黑眼球的正上方 好 再來 然後我們再用一點點這種霧面的顏色 你的眼影盤裡面 一定要有一個霧面的顏色 那這個霧面的顏色 就可以放在眼角的地方 可以把我們有時候會在意 那個眼睛小泡泡的位置 把它深邃收斂一些 可是其實你的眼影盤的 這裡面的霧面的顏色 它其實是淺的 對 然後帶一點點紅磚的 所以 它是要帶一點咖啡的那種粉色 大地色 你就用起來就不會拋 對 就不會拋 哦 對對對 哦 對耶 其實它看起來很淺 可是畫上去很明顯欸 蠻明顯的 對啊 大家可以看 畫上去很明顯 在眼影盤上 我跟其他比 我也有一次淺的 可是非常明顯 好好看喔 好亮喔 大家有看得出來嗎 請問一下現在 現在看YouTube的朋友 童姐現在右邊 眼睛是已經畫了一些 然後左邊是完全沒畫 你們看得出差異嗎 非常漂亮 因為我們的燈光打得太亮 所以有時候不見得 可以讓大家看到那個亮度 但是 我自己在現場看 是非常漂亮 好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就先畫眼線 先把眼線加起來 哦 嗯 眼線先補一下 好 你可以用黑色 我們淑美說太棒了 今年聚餐朋友 就不會說我怎麼又撞到了 眼睛 我覺得 會畫起來很像撞到 應該是變色塊的關係 對 一定要用暈染的 好 你現在是在畫 我在畫眼線 眼線 好 可是你的眼線是 不是用 用那個眼線筆 對 我用眼線筆 你是用眼線筆嗎 對 我用咖啡色的眼線筆 但是你不是用那個自來水筆 對對對 然後 因為 如果日常不要太重的話 我會選用咖啡色 可是如果尾牙的時候 我就會用黑色 因為就是要很重 對 剛剛大家在講 華燈初上的妝 它的重點會是什麼 眼線 其實它就是要有勾上來的眼線 除了那個亮度 閃度 它就是要有拉長出來 然後 但是不要刻意往上勾 像小貓眼那樣 它要的是這種 拉出來以後 用指甲稍微輕輕的 這樣飄上去一下 這種微笑感眼線 哇 好美喔 我跟你講 這個我 這個我 回去有試過 我怎麼樣都畫不出來 你有指甲啊 用指甲抠 我有啊 但我畫不出來 這個弧度 真的太漂亮了 這個弧度好難畫喔 就是那種不經意的微笑的感覺 好美喔 真的 這個眼線 就是眼尾要勾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因為要勾 可是呢 它不是那種 我們用 我們平常用那種自來水的黑色的話 呃 常常會 會 有些人會在後面 就是加寬一些些 可是你這個不是要那樣子 我這個就是呢 用筆 然後在眼角的地方畫一坨顏色 畫一坨顏色 停了 然後呢 用指甲勾出來 對 就會有一點點有用 好像沒有的樣子 好 OK 看得到嗎 好 然後呢 再來 好 最後我們可以用一點點這個深色 深色 最後 已經好了耶 好快喔 很快啊 然後 先壓在眼線上面 用最後用深色的眼影 對 把你的眼線 再補一點點顏色 這樣子 你一整天的顏色 就不會掉色 嗯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自己的眼線很容易暈開 就是沒有定妝 然後再用一點剩下的 把剛剛的暈染 拉出來 嗯 這樣子你就可以補出你的 眼線的這種紮實感 嗯 好 OK 好 那再來齁 所以這樣子我們的眼 眼妝 眼影就完成了 眼影完成了 所以呃 很多人說 那我眼睛很拋的 嗯 比如說拋拋的 像Alice老師 自己的眼睛就是拋拋的 對對對 這種畫法也不會有問題嗎 如果真的在意的人 你可以加一點點 像這樣子的鼻影色 嗯 對 鼻影霧面的淡色 嗯 然後把眼霧的地方 再加強一下就好了 等於就是你要有亮 可是你要有暗襯托 我們就是把暗再加強一下 你就不會顯拋了 嗯 我是沒有 我現在眼睛都 我現在眼窩都凹下去 你沒有凹啊 但是你 就是用亮度是不會拋的 好 所以呃 剛剛的這個畫法哦 很簡單 我們就叫一個畫法 因為這個畫法 就可以讓你遊走 今年的年中的聚餐 跟朋友的聚餐 然後跟這個公司的尾牙 就算你是要做 滑燈初上的媽媽桑造型哦 小姐造型哦 通通可以用 因為它夠閃亮 對 那如果說今天你擔心 自己的眼睛拋的話 就最後再多加一道 對 比較深一點點的 然後放在眼窩的位置 嗯 壓在你原本亮的地方 稍微壓一下就好了 對不對 那如果你的眼睛不拋的話 你就是維持剛剛前面的就OK了 對不對 好 那睫毛很重要啊 睫毛 我們還有一點點時間畫 嗯 比起睫毛 那個下眼影 哦 下眼影 好好好 我們來下眼影一下 因為你要看起來有微笑感 可是你要讓你的臉 看起來是很 有一點點嫩度的 嗯 所以下眼影很重要是 它可以縮短你的 臉頰的這個長度 好 下眼影畫下去之後 會縮短 臉的長度 像這裡這樣臉比較空 有時候我們這裡臉空的時候 就會覺得這一段 可能比較長 對 那如果我們要顯得 好像年紀再小一點的話 我會把這個下眼影 這裡加一點寬度 這邊就看起來變短 哦 臉就看起來 稍微短一點點會有可愛感 就是把你的眼睛放大的意思 對 然後也會有桃花的感覺 可是那個下眼影 千萬不要把它框起來哦 不行 現在應該沒有人會這樣做了 以前會有人把 上下眼線把眼睛框住 那個真的是蠻恐怖 下眼影我們就用 淡淡的顏色 就有一點點燭光 掃過去就好了 它其實這樣子我笑起來的時候 那個臥蠶的位置 是不是就複度 乾淡的掃過去這樣 嗯 好這樣看得出來嗎 這樣很明顯 對啊 好 所以下眼影要 下眼 然後還可以加一點亮片 可以啊 再加一點點 那個眼影盤裡面的那個閃亮 就是你剛剛畫在上眼影眼窩 那個地方打亮 在黑眼珠中間的那個顏色 你也把它加一點在下眼影的地方 對 然後現在的亮片啊 因為大家會喜歡再誇張一點點 所以我們用的是比較明顯的亮片 嗯 然後我們就用力笑起來的時候呢 對對對 在黑眼球中央先畫一點 然後呢 以前我們都大概這一段而已 現在如果你要有活動的話 就往後面再帶 對 就是可以畫一整條的意思 對 但是等一下 從 從黑眼球下方一直畫到 靠近眼尾的地方 對 輕輕的掃過去哦 因為你這個都是用那個眼影 用這個眼影刷嘛 對 好 然後一定要把這個 下面的陰影再做一次 對 因為有三步驟 嗯 三步驟把它做完 那個眼睛的膨度 就會很美很美 好 就是大概黑眼球下方 那個握成下面的陰影 一定要戴一下 嗯 然後戴到靠近眼尾的位置 嗯 欸我跟大家講哦 女生朋友們 這一集的直播 一定要給它存起來哦 因為這個 這個眼妝真的畫起來 真的好漂亮 很善 對 好 這樣看 現在我兩邊的眼睛哦 右邊是 眼妝已經 眼影的部分都完成了 對眼影已經完成了 好 你可以看 光是眼影的部分 左右兩邊就差很多 對不對 好 那如果要上睫毛呢 睫毛 那等一下一定要把它燙一下 但是啊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 其實可以練習一下 像這樣子 沒有時間 算 而且也沒有那個能力 加幾根就可以了 因為呢 大家知道 就是如果貼睫毛的話 很多人一般都是貼一排的 對啊 但其實真正的 專業的化妝師 在幫你貼的時候 他們一定是用種睫毛 就是一搓一搓的種上去 就這樣一根一根 可是啊 大概就是加你的黑眼球上方 就好了 哦 只要夾在黑眼球上 你不要找菜長 滑燈出上 這樣夠 如果滑燈出上 就可以整排啦 整排貼上去 而且滑燈出上 如果你貼了整排的睫毛的話 你的眼影要更高 不然你的眼影會被吃掉 哦 好 但是像我今天這樣子的一個高度 其實就是用這種就可以 好 我們等一下有時間 畫中幾根 給大家看一下 怎麼中 好 好 我們先把睫毛夾翹一些些 好先夾哦 先夾翹睫毛 最好是在畫眼線之前先夾 但是如果不行的話 你就是後面的地方 然後再補一點點眼線也可以 嗯 好 夾睫毛的方式之前 也教過很多次 就是分段夾 然後視線一定要往下看 看鏡子 因為這樣才夾到 你的根部的位置 嗯 好 然後夾完了以後啊 一定我們的細軟睫毛 就是很容易掉下去 所以一定要燙睫毛 所以一定要先上個底膏 哦 上底膏 對 先夾再上底膏 夾了 好 然後最後再燙 嗯 好 然後呢 然後這個底膏刷完啊 先不要把它關起來 這個剩下的一點點 可以拿來刷眉毛的毛流 哦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很喜歡野生眉嗎 嗯 那眉毛的毛流 我如果眉毛還沒畫 可以先刷嗎 還是應該是要刷 畫完眉毛之後 你的其實可以 因為你現在很完整 你只是後面缺了一點點 對 所以我們用這個 刷完睫毛剩下的 不能太多 底膏 對 或者是你用衛生紙 弄掉一些 底膏應該是透明的對不對 這個有一點點黑色的 哦 你就去刷你的這個毛 哦 毛流 對對對 對 眉毛的這個底膏 如果你直接抓出來 睫毛膏抓出來 就刷眉毛的話 可能會太多 太黑 對 好 太粗 但是這邊刷上去 嗯 斜上的地方 就會覺得這個眉毛很生動 嗯 所以睫毛的底膏上完之後 剩就是殘餘的一點點去上在 眉毛眉頭的毛流 對 對 對 好 哦 好複雜 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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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忙 好 然後再來 再來就是燙睫毛啦 燙睫毛 然後跟刷睫毛 對 那這個 當然你如果有燙睫毛器 就用燙睫毛器 但是Alice老師呢 都喜歡那個DIY 她今天竟然又在我們的那個 打火機又帶來了 對啊 她現在正在用打火機燒那個竹籤 竹籤就是我們平常那個串烤用的 鹽酥雞用的那種竹籤 好 她就把這個尾端的地方 用火烤一下之後有個溫度 對 然後我們燙的時候 一定要往那個根部的地方 把它往上頂一頂 哦 壓一下 壓一下 這個熱度絕對是比你的那個 燙睫毛器要熱 對 然後它就有定型的效果 對 要凹一下你的睫毛 才會捲起來 Alice老師 我第一次這個 教大家用這種DIY的方式 來燙睫毛的時候 我真的是覺得 碳為觀止 因為它燙出來的效果 真的要比 呃 我們買的那個燙睫毛器要好 但是就是 覺得 你化妝換話 突然間拿個打火機出來 拿個賴打出來燒一下 很帥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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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燙好之後 燙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睫毛膏 如果你要貼假睫毛 我建議你就是 用底膏之後燙完 然後就貼假睫毛 哇 有夠俏的 是不是 我的睫毛很細軟 它真的很厲害 所以一定還是要有個底膏支撐一下 然後再刷睫毛膏的時候 從黑眼球中央 開始刷 如果啊 你是很難刷睫毛 你最好找一個 那種眉刷 眉刷的地方 頂一下你的這個 睫毛根部的地方 嗯 好 這個是手法的問題 對 這樣子你才會 上得到你那個最根部 有時候眼皮會包進去的地方 你的意思就是說 把眼皮往上稍微撐開一下 對 然後它也可以頂住 那個睫毛刷的效果 嗯 好 好 好 這就是薄薄的上一層 哇 好漂亮喔 對啊 所以我跟大家講 睫毛膏都不是重點 重點其實是前面的過程 對 燙睫毛 就說你要怎麼樣把睫毛夾翹 然後燙的過程 然後這樣就好咧 對 如果你的睫毛很容易他的人啊 最好在上睫毛膏之前 或是在處理任何睫毛東西之前 你先上一點蜜粉 嗯 在你的睫毛上面 哦 它就會比較容易支撐得起來 因為它比較乾爽一些 那你最後要種幾根是不是 對 我先把這個睫毛捏一捏 你看你先把一些 就是亂亂的稍微捏整齊一點點 嗯 就是用夾子稍微把 對 整理一下 這樣子 這樣 因為很多人就說 哇 那個 你看時尚雜誌 那些model的眼妝 看起來都一搓一搓的 那個睫毛 那大家就以為說 那個睫毛 其實全部都是種上去 其實不一定欸 Alice老師她的手法 是有辦法讓 我們自己的睫毛 也變得那樣像 像拍廣告 其實我們現在睫毛其實都不 不短 對啊 不短 可是就是不翹 會塌 對 好 現在就是來示範 然後我們補一個大概就是 呃 9公分 9公 就是9公里 9 9 9 m 嗯 0.9公分的 長度的 然後就 一根一根的 貼在黑眼球的這個地方 嗯 因為你用到10啊 11都太長了 只要貼在黑眼球的上方就好了 抓個三五根就好了啦 嗯 真的喔 那這樣我好像可以 那個 對啊 可是有的時候自己貼不好 它會歪來歪去啊 等一下我看一下 好 它會歪來歪去啊會不會 很容易歪來歪去 所以你的手就是中間的地方 就是直的 直的放進去了 側邊的地方稍微 手歪一點點 尾巴的地方歪一點點 就是順著眼睛的弧度 嗯 爬這樣聽起來好像很難 對 所以 大家知道嗎 老師用的這個不是剪的喔 不是那個 呃 就是一排睫毛 然後把它剪成幾段的貼法 老師用的就是 中睫毛的 一根一根的 它就是一搓一搓的 然後老師說 你其實不用貼太多 你就是把它放在 你黑眼球的上方的 這個睫毛的根部 然後插幾根進去就好 對啊 你看這個長度 喔 這是我喜歡的 很自然的 對 因為我就喜歡那種很自然的 可是你說像這樣子的 嗯 這樣子的 如果說是 這個 Party妝OK了 Party就可以用到10 10根喔 然後平常就是用9 喔你說的是長度 對對對 10公里跟9公里的長度 對對對 這個是日常這樣子就會很漂亮 然後10就再長一些些 所以如果10你就可以 旁邊是9 然後中間加一兩個10 好我跟大家講喔 如果你今年的那個 尾牙的絆妝的主題 是華燈初上的話 你今天的眼妝絕對可以 我現在再次看了一下 實在是太閃亮了 絕對可以 而且它 而且這個顏色 這個色系喔 今天告訴大家 這個就是 呃 有點磚紅 呃 大地色系 然後有點粉粉色的珠光喔 這個是可以適用在你 不管你穿什麼衣服 都可以 對啊 其實日常就可以這麼閃 它是百搭 就是說你今天的服裝的顏色 不管是紅色 或是 呃 或是最近很流行 咖啡色的 咖啡色的 或是黃色的 呃 這種 很多人都用這種 甚至是 有點藍色 有些人穿藍色 就對啊 通通可以用 那但是最後的睫毛的部分 如果你今天是要 滑燈初上的那種 比較晃 野燕的造型的話 你可以用整排的睫毛上去 對不對 整排的睫毛 少輕盈一點的假睫毛 然後再刷一點睫毛膏 這樣會非常自然 又很像針的一樣 對 好 那所以最後 因為我們要結束了 還有什麼一句話 要提醒大家 在這個Party的眼妝 年中要讓自己 閃亮的眼妝 最重要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不要玩到眼線都暈開 像熊毛眼 所以眼線的定色最重要 但是其實你用的這種 你剛剛用的是 算是什麼樣的眼線筆 眼線膠筆 眼線膠筆 但是有的人 他會出油 或者是老把油 那就很難克制 這個眼睛比較容易暈開 對 所以就最後 一定要壓一點點 深色眼影粉進去 所以壓深色眼影 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剛剛在畫眼線的時候 最後有一個動作是 壓深色的眼影粉再上去 這個其實就等於是 蜜粉的效果定妝 對對對 欸真的欸 你玩得很嗨 然後又喝酒 然後到最後呢 眼線留下來 這個都會胡掉啊 真的很不OK啊 對 而且很多人啊 喝了酒之後都會哭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以前在KTV唱歌啊 每次喝了酒要唱歌到最後 你醒過來 就你酒醒的時候 發現所有的女生 都抱著哭成一團這樣 不知道到底當工 為什麼我們這麼傷心呢 然後不知道 只知道每個人的眼線都留下來 對 很可怕 好真的非常的謝謝 Alice老師 欸你等一下 你要負責我的另外一隻眼睛 你不能讓我這樣走出去 你看看這兩隻眼睛差多少 對啊 希望呢今天我們早上兩個 兩姐妹在這裡開心跟大家聊天呢 能夠讓大家 在今年的年終一直到明年尾牙 尾牙的狀態都可以閃亮亮 那我也再次的這個提醒所有的聽眾朋友 因為這一集你一定要用看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上班 那請你等一下回家之後 下班回家之後去回放好嗎 因為這一集教得非常清楚 包括中間在廣告的時候 我們都用在紙上畫眼睛的方式 告訴你雙眼皮梯要畫在什麼位置 所以請完整的來收看這一集的直播 謝謝Alice老師 謝謝同姐 謝謝大家 謝謝